尤其是我們學地政 我們做都市計畫 你怎麼看待土地 長期來我們都把土地看著什麼 我們為了從民國50年代開始 為了促進經濟成長 我們都把土地看著是經濟生產的要求 只要能促進經濟成長的GDP增加 只要能增加就業率 我們就認為這是一個好的一個政策 一直到今天還是一樣 我們把土地當成是個資產 我們現在很多人靠了房地產賺錢 我不是說錯 沒有錯 但是他這個觀點不完整 他是土地的一個重要的議堂 沒有錯 但他不是全部 他不是全部 我們往往以來把經濟生產要素 所以比如說我們要把很多的師弟 本來的國光石化 師弟要把它摧毀對不對 變成蓋國光石化 我們現在很多的科學園區 中科三期 中科四期 又何嘗不是如此 我們現在做了很多一些買賣 一些賺錢的一個房地產 所以我們往往把土地 從一個經濟的觀點來看待 這不是錯 但是不中全 我們把它當成商品跟製造 第二個 由於民國七零年代之後 我們很多的環境的抗爭 很多的資歷救濟 我們發現土地其實是很重要的生態的支援 尤其這幾年來一些環境意識的抬頭 尤其全球的軟化 我們更感受到 這些環境生態的一個重要性 因為最近一部電影 我不知道各位去看了沒有 叫做看見台灣 喜伯林先生不是就是要跟我們傳播 這樣重要的價值嗎 這樣重要的價值 那這是很重要的 土地的第二個重要的意涵 它是個環境生態的資源 我們現在在談農業 剛剛林業老師特別提到 糧食的自給力 這是一個國家安全的課題 為什麼歐洲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農業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說 夜市進步的國家 它會把它的農業放棄 不是的 這是錯的 你到歐洲去看 都花了很多的力量 為了要把它們農業 把它保護下來 因為農業代表了其他的價值 環境的價值 農業代表的是一種文化 台灣的米食的一個文化 其實也是非常的一個關鍵 這是第二個跟各位分享 第三個 我覺得更為重要 但是我們長期把它忽略掉 也是我後來念書 老師特別教我 土地是個很重要的 是我們主觀認同的地方 土地是我們安身利益的家 人跟土地其實是有非常緊密的聯繫 我們常講金窩一窩 不如自己家裡的狗窩 我們說月亮來源最美 最遠 我們一定會說故鄉的最美 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們對故鄉 我們有情感 我們有認同 土地就是怎樣 我們長期來把這樣的對土地的認同 我們把它掃略掉 所以當我跟很多的支援會 我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我深深地感受到這種濃厚的 對土地的一個潛態 我真的要跟各位前輩做這個報告 我們政府往往會把它土地徵收 看成是個金錢補償的問題 他們為什麼會看政府 過往的統一的解釋 一定是他們使要錢 已經給他們家事成了 還不滿足 或從大學的時候就接收這樣的觀點 我們往往把土地徵收 當成是金錢補償的一個課題 或者說我們把土地徵收 我們說用區段徵收 我們說他們一定對40% 分回了底價地的比例 不滿意 要跟世紀籌劃一樣 他們能夠分到50%幾 我往往都從利益的觀點 來看待這些支援會的抗議制 但是我今天我要很 不好意思 我很充實地跟各位報告 我這30年來 我接觸了很多支援會 我真的要很純粹跟各位報告 從來沒有一個支援會跟我講 老師啊 你去幫我談一談 看金錢補償會多一點 可以嗎 從來沒有一個支援會 跟我提出這樣的要求 從來沒有 沒有 他們慢慢跟我講 這是我們的家 我們不想搬離這個地方 我搬離這個地方 我要去哪裡 因為他們對這個地方 已經有非常緊密的一個理念 這是我想跟各位分享 到目前為止 我對於土地所進行的分類 他的意涵 我把它分成三部分 但是很不幸 我們政府應用權力的運作 把第二個 把第三個 往往把它們排除在外 這裡呢 有一個政治學的理論 叫做權力的三個面向 權力三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 就比較公平多元的一個面向 好像所有的價值都能夠進來 但你可以發現 當有權力的人 擁有權力之後 他會進入到權力第二個面向 他會應用他的權力 他會制定一些制度 這些制度 比如說我們的法令 土地徵收條例 有沒有 尤其在我們區段徵收的定義 我們區段徵收在民國75年 做了一個非常扭曲的定義 我不知道各位前輩 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民國75年 我們修正 我們平紀念議權條例的時候 我們增定了第53條的時候 為什麼要增定平紀念53條呢 很關鍵的 就是要對區段徵收做不同的定義 我們把它定義成是什麼 政府強制民間一定要參與的 土地合作開發事業 我們故意把它扭曲 變成是一個政府與民間的合戒 我們一直嘗試要把區段徵收 從土地徵收這個類別 要把它分出去 其實我們政府行政官員裡面 一直有這一股的聲音 一直認為區段徵收要自己另外立法 從土地徵收條例裡面 這法條分開 因為我們不是土地徵收 講白一點 就是這個觀點 民國75年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看 這幾個字你在法條裡面看不到 但你到底法院公報 你去查 當初法條的立法案的說明 你就很清楚的看到這幾個字眼 我們把它定義成政府強制民間 一定要參與的土地合作開發事業 民國79年在郝國村 當院長的時候 特別下一個行動命令 農地變市地 基本上的講法 農地變建地 餘力採取區段徵收 我們現在很多區段徵收 都依舊依循著 好院長 按民國79年所頒布的行政 我問各位 這不是一個偏差嗎 這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偏差 區段徵收怎麼不算土地徵收呢 我們一直講 區段徵收變成一個合作開發事業 你可以分百分之四十 但其實也不是百分之四十 我們一直對外講 我們這個是雙方各模其力 但是我忘了去問一個問題 土地被徵收人 他願不願意參加這個開發 各位懂意思嗎 如果建商找你何建 很重要的他徵求你的同意嘛 對不對 你有土地建商來找你 我們何建 以後你分幾成 我分幾成 很關鍵的就要你要同意啊 那現在政府故意不跟你談 你同不同意這個問題 同不同意這個問題 你沒得談 你只能聽我的 我就要你開發 你就一定要開發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區段徵收 我們故意把它講成這個土地開發 合作事業 因此 我們不用符合土地徵收必備的要件 這就是為什麼 現在那麼多土地徵收的問題 產生的一個很根本的原因 就在這兒 我們把徵收當成是土地開發的一個手段跟工具 我們不徵求人家同意與否 因為那個問題 不是政府要問 是問大家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將心比心 如果你是土地被這麼多人 可以這麼做嗎 因為你想想張藥房 他是有六町大的土地 你說百分之四十分給他 他分得到土地嗎 網路上還有一些文章要批評他 說你再花多少錢 就可以拿到一批土地 各位知道多少錢嗎 講起來 對他們而言都是天空的數字啊